我手里面拿的是一个锐箱 有的话说老花姨你怎么养成这样了 不是我养成这样的 是花柔寄过来的一个 要嗝屁了 然后让我给它救活了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呢开始长了很多的小牙子 这个时期呢就可以施肥了 但是呢我之前呢用的是这种 纯的一个火山岩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你如果说施肥的话呢 它也不保水也不吸收 那有的话有这个时候也会有问题 它说可以再度的去换盆吗 入土吗 我个人不太建议大家现在这么操作 那现在就给它施肥就行了 那现在呢面能的 如果说咱们这样施肥的话 就是最好的这种营养液 一浇呢它就会漏下去 你看一浇就漏了 这个营养就会大量的流失 那可以想个别的什么办法呢 就可以用到缓施肥 有的话说老花姨你怎么不换盆 因为它根系还没有长满 现在根系又很脆弱 如果是一动的话又伤根 又得好几段时间 我用到的呢就是花了多优质 克力控施肥了 像这种的话 这是缓慢施放养分在这个土里面 你可以往里面加 这个不烧花多点没血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稍微拌一拌 有的话说铺带保面行吗 这个无所谓 表面也行 稍微拌一拌也行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缓慢的释放养分了 反正也不烧花 你等到再浇水的时候 对吧 它就慢慢的释放养分 它也不会浪费很多 对吧 当然了 往这个水里面 也是可以加入营养液来浇的 然后呢 我就给它加一些个水浓肥 我用到的是会玩的水浓肥 养花用会玩吗 省心又省钱 一勺兑两升 我就兑了一升 差不多 你只要是别超过太多的量 它都没有大的问题 这个石器也是可以浇的 就有的话 我嫌浪费 浪费的话 你可以这样 静静靠一下不就行了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 过一过水 因为现在是在长叶子了 可以撕肥了 有的话 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撕肥了 一般呢 这种重症的这种患者 一个月之后吧 就半个月 一个月的 你看它的长势 如果说这个时期再不撕肥 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营养不良 到后期了 这叶子又开始掉了 又搞屁了 所以这画我们呀 有时候你别光画舌天主 希望这个画有了内向 早日把根长满 等到我们下一次好肉费 我是老花一 养花质人一九不得就点个赞 下一个点 拜拜 拜拜